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這個 重新啟動電腦 呃 就是你重新開機 你不要用重新啟動 畫面會一片漆黑 要用關機 然後他的原因是網路那個Net 才會完全斷開 是這樣子 那這一篇的 那個 教學頁面 貼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這個 因為有一些圖文還有一些連結 好 那 我遇到很多次了 就是說 某某東西安裝完之後嘛 或是安裝移除 一些東西或者是更新 東西後要做重新啟動 然後常常遇到那個畫面就一片漆黑 就是進入到那個 有沒有 就是進到這個畫面嘛 這畫面跑完就 變到這裡 畫面一片漆黑卡住了 這樣子 那我現在先說明一下原因 我試了一陣子 才知道原來是Net網路 完全沒有斷開 沒有完全斷開造成的 這個 這個是怎麼樣呢 我想起來以前用那個 Windows XP Windows XP的時候 那個時候 就是說 到 Windows 7之間 那個時候網路的形態變成那個Net Net就是所謂的虛擬IP 就是我們 你電腦連上那個數據機 你的電腦 這個電腦 桌機 連到數據機嘛 的時候 那個數據機會配發 一組 一個虛擬IP的位置給你 是這樣子 那 以前的那個 Windows XP那個時候的網路是使用 PPPO PPPOE的那個 它是直接鎖一個IP 實體的IP在你的電腦 那後來的時候是因為 IP不夠用嘛 還有降低IP的成本 就是說 一個數據機 它會配發很多IP 給後端的電腦使用 這樣可以減少那個IP的使用量 也可以減少那個IP的使用的成本 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IP 那個我們現在那個IP也是要用租的 所以說 可以降低成本 所以說後面是改成用虛擬IP的方式 那在Windows XP那個時候 虛擬IP要自己設定 你如果沒有設定虛擬IP給電那個 Windows XP 自己去 那個抓 那個要卡很久 那開機的時候會卡超久的 那開機的時候會卡超久 所以說一般是要自己去設那個虛擬IP的位置 是這樣子 那我試了一段時間才知道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關機嘛 我這邊使用的這邊按一下 關機 一下就下檔了 這個電腦 我使用關機 電腦馬上就下檔 就直接關掉 但是我使用 這個 重新啟動的時候 那個 那個關機的畫面會卡在那個藍色的 然後 中間會出現一個那個重新啟動的那個文字 會卡很久 然後重新啟動完之後 就直接卡在這個黑畫面 黑色畫面 他的原因是在 那個net 有沒有 他配發一組 他配發一組的那個虛擬IP給這個電腦 但是 沒有斷掉 當你重聯 當你重新開機完之後 重聯數據機 他又會再配發另一組 那變成那個風包啊 那個前綴風包 抓不到 譬如他是配發 他 我先講一下他的原因 他配發一組那個192 點168 配發一個 點0點1 給這台電腦 給他 那但是你 電腦重新啟動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沒有斷開 他這個是這樣子 他要一段時間 沒有連的時候 一段時間沒有連他才會斷開 然後他 偵測到 這一個 有在使用 然後 當你連的時候 他又配發這個給你 點1 點0點2 那就 那就變成你的電腦 變成兩組 那就 他就沒有辦法判斷 然後就是卡住了 就卡住 就會變成黑色畫面 是這樣子 那 我們重啟電腦的時候用關機 直接關機 就是說 當你在做移除 或者是 安裝 某某 程式 移除某某程式 或更新某某程式的時候 然後 要做重新啟動電腦 這個動作 用關機的方式 當你關機之後 大概180秒 大概3分鐘左右 其實不用那麼久啦 60秒之後 但是 確保 確保那個 NAT那個網路 NAT那個網路直接斷開 就是虛擬IP直接斷開 大概是180秒 確定 他斷開了 然後你再按 那個電源開關 再做電腦的 開機的動作 按一下這個電源開關 再讓電腦重新啟動 這樣的話才不會出現這個 這個 那個 就是那個畫面變7A 就當掉就卡在那裡不會動 因為變成說你的電腦變成兩組 變成兩個IP 那這樣數據機就 那個你傳送的風包 就不確定到底是用哪一個 然後就卡住了 就卡在這個黑色畫面 這樣子 他的原因在這裡 那所以說現在 那為什麼說我安裝東西移除 某個軟體 安裝某個軟體或者是更新某個軟體 需要做重新啟動電腦這個動作 為什麼要重啟 因為 有的那個程式他是常駐 那個那個執行檔 他是常駐在記憶體裡面的 那樣的話程式沒有辦法覆蓋 譬如說 這個東西 有沒有 譬如說這個東西 啟動了 他不能覆蓋 也不能刪掉 我啟動他 這個執行檔我啟動了 在這裡 在 我放在這裡 讓大家看一下 我能不能刪 不能刪 有沒有 他在記憶體裡面不能刪 我能不能覆蓋 我這邊弄一個那個 我隨便建一個 我能不能覆蓋 不能覆蓋的 我把這個改過來 改成相同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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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看一下 他就會爆 不能覆蓋 你的程式只要在記憶體裡面 常駐在記憶體裡面 就不能去覆蓋 所以說 我們一般在安裝 譬如說 驅動程式 或是更新某個軟體 更新什麼東西的軟體之後 要進行 重新開機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 那些程式才不會在 譬如說 我在很多的教學裡面 譬如說 某個東西 某某程式 你要先移除 移除之後 再重新啟動 我這邊先暫停一下 我找一個那個程式來說明 一個教學 好 那我這邊就補一個那個 這個工具啊 就是一個 AORUS Engine 這個來做說明 來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 更新的話 我建議的步驟就是 移除 到這個系統工具 到這個程式上功能裡面把它移除掉 移除這個軟體之後 然後 有沒有他的移除步驟在這裡 123 移除之後 然後這邊 現在 現在我是跟大家講要用關機的方式 好在這裡 滑鼠右鍵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關機 你不要用重新啟動 你用重新啟動的話那個net網路沒有完全斷開 會造成卡住 會造成卡住 就是我前面講的那個 虛擬IP沒有斷掉 那現在的方式是使用關機的方式 這樣子 你使用關機 好 然後或者是你直接滑鼠 左鍵 電源這裡 電源這裡 用關機的方式也可以 好 關機之後 然後在 那個 100秒以上 這樣 就是數據機 偵測不到你的電腦這個 的那個 你斷開的時間比較久 他數據機就是 他那個會把你電腦的那個 記錄消掉 那我這邊建議是3分鐘 180秒 之後你再按一下那個電源 在電源把它打開 打開 再開機這樣子 然後再做執行 那個程式的下載跟安裝 那原因我前面剛才有講過 因為 避免有的東西 在記憶體內 會造成無法 會無法覆蓋 會造成安裝出錯 你沒有辦法覆蓋嘛 比如說程式在記憶體裡面你沒有辦法覆蓋 那就沒有辦法更新了 或是甚至安裝 會有這種問題 會有這個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說 我一般 在很多的教學 我都是跟你要做 更新什麼軟體 或是安裝什麼軟體 我一定是會 會跟大家講 要做移除的動作 把舊版給移除掉 再 開機 再關機 再關機 關機之後 然後再開機 180秒之後再開機 避免那個程式在記憶體裡面 會無法覆蓋造成安裝錯誤 這樣子 在記憶體內 會無法覆蓋造成安裝錯誤 這樣重新開機之後那個程式就不在了 它就不在記憶體了 是這樣子 好 現在是改成 用 關機的方式 你不要用重新啟動 用這個關機的方式 用關機的方式 這樣子 那個 NAT的那個 虛擬IP 才會完全的 斷開 好 然後這個 下載嘛 把程式下載回來再進行安裝 這樣的話 你安裝的那個程式才OK 才不會有問題 這樣子 那這一篇的 我會把它補在底部 那個 那個教學參考 我會把那個 我會把它補在那個說明 我會補在這裡啊 補在這邊說明 這樣子 我忘記 忘記補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 從那個安裝程式的時候或移除 要重新啟動 我會把這個原因補在 補在這裡 好 那假設你遇到那個畫面一片漆黑 就是卡住了 該怎麼處理 那在這一篇 舊的這一篇我有說明 這樣子 那這個方式很簡單 Ctrl、Auto、DL 鍵盤上的Ctrl、Auto、DL 這個 這三個鍵 Ctrl、Auto、DL 同時按下 同時按下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個 這個畫面 要注意下 右下角 右下角 這個電源開關點一下 有一個那個 你不要用那個 在這一篇舊的這一篇有沒有 是教重新啟動 重新啟動 不要用重新啟動 直接關機 那因為我這個拍的不是很好 所以說這個關機這兩個字沒有 沒有看不太清楚 所以說這邊補一個紅的 你就選到關機 因為我們知道原因了嘛 原因的 就是我前面講的原因就是那個 Nate的那個 虛擬IP 的沒有斷開 你要直接關機掉 之後你等個180秒 那數據機偵測不到你電腦 因為你關機了嘛 就沒有電了 他偵測不到你的那個通聯的記錄 那數據機的那個 配發的那個虛擬IP就直接清掉 這樣子 然後約180秒之後 你再按一下那個電源開關 再按一下那個 電源開關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OK了 然後就能正常啟動也正常能輸入那個密碼 是這樣子 那所以說現在 某某程式做 移除的動作 做安裝的動作 做更新的動作 需要用到重新啟動電腦 這邊建議 改用關機的方式 你那個電腦關掉 用這個關機的方式 你不要用那個重新啟動 這個是不行的 用關機的方式關機掉後 點擊一下關機之後 然後 隔個180秒 讓那個虛擬IP NAT那個虛擬IP 直接 斷開 完全斷開 斷開之後你再點擊一下那個 電源 大概180秒後 點擊一下電源給他重開 是這樣子 這樣就OK了 你不要用那個重新啟動 重新啟動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 會出現那個黑色畫面 他的原因就是那個IP 他配發的那個虛擬IP 無法判斷到底是哪一個 因為你 原本是這個 然後你重新啟動沒有斷開 他又配發一個給你 那到底是哪一個 然後就 就卡住 卡在那邊就是黑色畫面 這樣子 好 OK 那這段的視頻就解錄到這 那記得就是說 這個 就是移除 安裝 跟那個軟體 軟體移除 軟體的安裝跟軟體更新的時候 要需要用到 重啟電腦 那就改用關機的方式 你不要用那個 重新啟動的方式 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讓那個 Net網路 那配發的虛擬IP 能夠完全斷開 才不會出現那個 黑色畫面 卡死在那個黑色畫面 這樣子 那 你假設你卡在這個黑色畫面也沒關係 Ctrl Auto DL 再給他關機 這樣子 關機然後再等個180秒 然後再點擊一下這個電源開關 好這個電源開關 再給他開機這樣子 這樣就OK了 好 那這段就解錄到這 那這個 可以點擊一下訂閱按鈕 然後 要那個 Donate或贊助的話 用這個連結 好謝謝大家耐心收看那麼長的視頻教學